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医生 有个病人转进过来 赵过X光怀疑是胆结石 他一開始覺得胃頂住頂住 張張濟濟有些胃氣 以為是消化不良 到最近有幾晚睡睡一下 突然之間上腹搞痛痛醒 才來看醫生 謝謝Amy 這個病人其實年過40歲 亦都生過BB BMI亦都大過28 屬於肥胖 加上家人亦都患過膽石 所有的高危因素都差不多有齊 是一個很典型的病例 醫學界曾經推算過 香港大約每10個成年人 就有一個患膽結石 膽結石在香港雖然普遍 但如果定期做體檢 及早發現和治療 未必需要做手術 誘發膽囊炎 膽管炎 和胰臟炎等病發症的機會都會低些 但亦都有文獻記載過 如果膽石愈來愈大顆 例如去到3-4cm 就愈容易患上膽囊癌 Amy 你也是安排他做超音波檢查 判斷膽石的位置 一旦確診 以微創外科手術 將膽囊和膽石一次過切去 這樣可以防止病人再痛 亦都可以防止石子 跌入膽管或疑管 引起發炎 沒問題 慢著 這個病人原來實行168的間歇性斷食法 這種減肥法不是人人都適合的 膽囊如果太久沒有收縮的話 膽汁就會停留在膽囊裡 有機會增加結石的風險 那我立刻叫停它 預防膽結石 最緊要三餐定時 避免暴飲暴食 少些食油理的食物 低糖、低脂、低膽护醇和高纖維飲食 加上控制體重就最好了 記住關心健康狀態 未病先防